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Nodot.js 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下载和安装 这个比较简单 但是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 第二个是Nodot.js和前端.js的区别 这块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 特别是从前端转过来 学习Nodot.js的同学 这块应该特别要注意 第三步是所有端开发和前端开发的区别 这块非常重要 就是有一个前端开发和一个 所有端开发的一个思想的转变 这块我们会花稍微多一点的时间去讲 并且我们后面会 做这个Nodot.js课程的时候 会对这个区别有所体现 在这我们会演的说一下 然后在后面在实际开发的时候 会详细的来说 怎么去体现这种区别 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先是下载和安装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普通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使用NVM这种方式 所谓NVM就是说 叫Node version message 就是Node版本的管理 就是它可以管理多个Node版本 普通安装呢 就是我们一次性安装一个Node版本 不能切换 这个大家给你自己的需求呢 就是随便使用哪个都可以 我们这儿都介绍一下 普通安装呢 我们就直接访问这个官网就可以了 下载并且安装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命令商工具去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界面上 我们到这个Nodejs.cn 这是一个中文版的一个网站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首页 首页里面呢 可以直接去点这个下载 下载之后呢 大家看Windows或Mac 或者说Linux的代码 程序都在这儿 大家可以选一个下载就行了 至于说这个本地革暗房间呢 大家选择这个最高版本 下载就行了 就是现在是10.15.0 这个不用考虑 服务器的那个版本呢 大家需要慎重考虑 到底是安哪个 本地开发用最高的版本 都没有问题 这儿呢 我已经安完了 安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运行Node的杠位和NPM 杠位 然后看一下这个版本 版本的信息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了 就证明你已经安装成功了 OK 这是普通的安装方式 第二种呢 是使用NVM来安装 首先呢 我们要安装NVM NVM呢 它是一个Node.js的版本 管理工具 可以切换多个Node.js的版本 这个大家看自己的一个需求 像我在工作中 我就能遇到NVM 就是我们在工作中的时候 可能遇到这个项目 是使用Node 比如说Node8的版本 那个项目呢 可能是使用Node6的版本 那个项目呢 可能是使用Node10的版本 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 就特别有用 至于说大家有没有用呢 这个看大家自己的需求 不管有没有用 我们都介绍一下 首先 如果你是苹果的系统的话呢 我建议你使用这个Brow 来安装 Brow install NVM就可以了 这个Brow这个东西呢 是苹果的一个 软件管理工具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访问这个Brow.sh 这个地址 就可以进入这个 它的官网 然后呢 怎么安装呢 你只需要去拷贝这一行代码 然后到你的命令行去粘贴 粘贴完之后呢 这个Brow就安装完了 安装完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运行这个 Brow install NVM这个命令 来去安装这个NVM 安装完之后呢 就可以用NVM来安装Node 这是上面是MacOS的这个方式 安装NVM 如果是Windows呢 可以通过GitHub中搜索 这个NVM-Windows 这有下载地址 我可以简单看一下 在GitHub中搜索这个NVM-Windows 然后我来稍微翻一下 就能找到一个下载的一个地址 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 当录的这个地址 下载完之后呢 大家看这个界面 就是一个傻瓜式的安装 然后下一步下一步 就能安装完了 好 这是NVM的安装 NVM呢 它有几个命令 像这个NVM-List 可以查看当前所有的Node版本 NVM-Install 就可以安装 比如说10.13.0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安装 然后切换版本呢 可以通过NVM-Use-Delete-Prefix 这种方式来切换 简单看一下 比如现在我已经安装了NVM NVM-List 我可以看到本地我有哪些版本 比如说6.00.0 8.12.0 和10.13.0 这是我本地的版本 我当现在版本呢 是指向这个10.13.0 然后NVM-Install 比如说我们安装这个10.15.0 这样回车就可以安装了 我就不安了 然后NVM切换呢 比如说NVM 我们可以用Use-Delete-Prefix 8.12.0 好 这样我已经切换完了 切换完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版本 就是8.12.0 刚才是10.13.0 现在切换完了 所以说 如果是你自己本身需要 安装多个多多的版本的话 我建议你是使用NVM的方式 来去管理和安装 好 我们总结一下 这一节比较简单 如果你使用多个多多版本的话 推荐使用NVM去安装 这个我相信 只要是工作中 可能会非常常见 多多多版本的情况 所以说这个 尽量是学一下 安装一下 哪怕现在不用呢 然后第二个是 无论你使用哪种方式 不管是MVM也好 不管是直接安装也好 你必须安装好Node 必须安装好Node 而且版本要大于等于8.0 就是我们接下来的项目呢 要使Node版本大于等于8.0 才可以去运行 要不然的话 它有一些预法是不能识别的 OK 那这节呢 我们讲到这 接下来呢 我们就再去讲一些更加